首届江州日中围棋大赛 第一局 港次东人对决朱元先生 请选手入场 请坐 我宣布比赛现在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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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宣布本次比赛到此结束 为什么没有赢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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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胜谁过的没有赢过 谁胜谁过的没有赢过 快说是谁赢了 朱元先生赢了 朱元先生赢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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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人 好了 第一局我们已经赢了 第二局 这边有我和你们的什么家腾先生正式对议 你是谁呀 我是谁 我是高猪猪 他 他是我师弟 我是他的大师兄 好 你行吗 没问题 高猪猪先生实在对不起 我们家腾先生今天有钥匙在身 我们家腾先生说 他改日将您到铸地对议如何 铸地 不行 太远了 那会儿我该没工夫了 咱们走 大家看看 这是我兄弟朱元 你们说 他今天给不给咱中国人掌脸 好 把围棋拿过来 好 好 喂 大军 我是朱东华才是 朱东华 是大佐先生 你认识一个叫高猪猪的吗 你的电话 我的 高小大佐 我不是要找高猪猪的 我是说那个高猪猪啊 今天去找您 他呀 他实在是 说 这四年前啊 在四季春旅社 杀了你们那个先兵队长 山本的那个女人 你还记得吗 往下说 那个女人啊 叫葛珍珠 这个高猪猪就是她的儿子 那个女的前不久还到过江州 闭嘴 闭嘴 如果你再胡说八道的话 我批死你 朱东华不是你们副董事长吗 你怎么可以用这样的语气和他讲话 他现在正和我学下围棋呢 我是说下围棋批死他 就像我跟您下围棋 能说干掉您一样 当然了我跟您不敢 我喜欢你的性格 好 你刚才是不是给家藤打电话了 我 你这个错误事了 你别动手啊你 你说 是不是打电话了 我什么都没说 说什么了 说呀 干吗那么紧张啊 是不是葛珍珠又回江州了 你少废话 你说 你都说什么了跟他 我真的什么都没说 我可以发誓啊 我跟他讲 他忙着把电话给挂了 你发誓 我发誓我真的什么都没说 这臭小子啊 不晓得家里面说什么了 我会儿的 你只能把电话给你 找你的电话 你不认算了 我说吧 你不认算了 你不认算了 但是我认算了 你不认算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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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经销官员的有关规定 回去以后一定要认真看 好 我很喜欢下棋 但很少有对手 希望你能常来 好 谢谢大哥 我该怎么称呼你啊 你真的忘了吗 我叫港四东西 我们打过类的 我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不过你的棋啊 下得实在是太臭了 港四 你的棋嘛实在是太臭了 还有 我和你们的高桥大佐 已经是好朋友了 对 六 家政大佐 是你 让他到我这里来 向我要东西的对吧 把我给你的特许证拿出来 给他看看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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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